欸 喔 你好 早早早 搞燥欸 怎麼這麼早就 每天都這麼早就開始啦 對啊 因為抓鰻魚的部分 我們都要很早就要開始作業了 一般都幾點 欸 其實一般我們大概都六七點的時候 就會準備作業 這麼早 對 因為怕裝子太熱 鰻魚的時候 也是會受不了 喔 OK OK 啊 今天準備要給我做什麼 那你也可以教我 我們待會就下水去 直接就下水啦 對,然後教你怎麼抓鰻魚 台灣養殖世界聞名 甚至擁有鰻魚王國的稱號 主要以出口日本為大宗 不過,楊大哥的鰻魚完全逆向操作 光是台灣內銷幾乎一味難求 把這個腳 就是我們要套在腳上 套在腳上啊 對,踩在腳上然後踩在底 對 可以試看看 它是一片對不對 對,它是一片 這樣拉到一個角落在開始 對 之前我去有拍過一些養殖尺 比如說像四目魚啦 台灣雕 他們也有點這樣子這樣圍起來 就把它趕到一個區域 但是不用套腳 對,因為鰻魚它是底漆 那它會在下面鑽 那我們下面的網子如果沒有拉好 它就會跑過去 那就根本抓不到 對 對 果然 忘記它是底漆的 所以它等於用腳慢慢拖 慢慢拖 然後把顔部這樣一直趕過去 對 所以一般進來 苗是大概多大 一般的苗就是像頭髮一樣細 然後就是透明的 這麼小喔 對 但是鱸鰻它的成長速度很慢 它從像頭髮那麼細 對,要長到像我們的小拇指 大概可能就快花了一年的時間 比我想的Peace很多 我也會不會... 然後非常的... 你知道,像之前三把魚啊 還是什麼 去旁邊先把它趕著 對啊,他們在趕著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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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現在這樣子看得出來 有沒有看到網子那邊呢 對 對 對 現在我下面拉得這麼近 就是一直在撞我腳 一直在撞我腳 在這個下面 看到這裡 別以為漁人的工作很簡單 為網只能算熱身 怎麼分魚 眼明手快 全看你行不行 喔 整個地方 麻煩 這樣子的大腳 這樣子的大腳 對 這大概是這樣 對 這樣子 你可以插最大隻的沒關係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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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還沒... 這還沒... 你有在分嗎 你 這個... 這個面強 這個看起來就可以 好,不然這一條 這一條 對 對 對 你是在按摩喔 你都沒有在... 為什麼我抓這個問題 抓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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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了就要往上拋 抓頭 抓頭 來 這樣 來 走進來,你看怎麼會這樣 比較大隻 這都太小 真的還是... 這樣子 這樣子來帥小 來,快點 好,這樣... 這樣啦,這樣要... 這樣 這樣 這樣,放下去 這樣 這樣 我先吃 這樣 好,來 這樣 還沒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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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抓頭 看... 好 嘿 好 你剛剛我們想抓一個 平均桿 我再這樣 我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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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... 這要多少 要多少才算 大概600公克 600公克 對... 600公克的爐蠻其實算小吧 這樣子是... 對,因為我們是要做 爐蠻的 爐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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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爐蠻 爐蠻有在做 爐蠻有在做 白蠻 白蠻 對,但是... 它爐蠻不都是爐蠻都要燉 對 但是我們跟別人比較語重不同 它其實做爐蠻是比較合我們台灣的口味 真的嗎 對 我真的從來沒有聽說過 用爐蠻做爐蠻 因為它為什麼不會去做爐蠻 就是我們剛剛抓去的這個規格 它接下來的成長速度 會很好 判斷率會很高 對 那一般的養殖度 會覺得比較多 但是它的肉質來講 會比白蠻更Q彈 對 所以它的膠質也比較多 這個都主要外銷嗎 還是... 平膠 其實我們在那一銷就以前不太多 對 但是台北沒有出過耶 對,很少 而且我剛才看到裡面 還有螺 還有... 對 這裡面不是只有養吧 我們會混養其他的一些生菜 可能 這樣子會比較好是不是 對 因為以前的人說爐蠻 就是需要比較好的水質 對 對... 比較好養 而且我現在發現其實這樣子 甩啊 這個池水這點都不臭 這個養殖池不臭其實很少很少見 對 因為盧曼其實要養殖好吃的困難耶 對 它只要一點點不好 它是生病的 正因為肉質口感適合台灣人 所以採用逆向操作 在盧曼正要登大廊時 選做普燒曼 這種做法 會傷本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盧曼的成長速度 完全超乎想像 現在要你看一下 它長大後 可以長到多少 這個養多久了 這個大概是三四年了 三四年了啊 從尾巴開始對不對 要從它的頭 從頭 然後盧曼要有一個技巧 對 然後 腳去踩它的尾巴 它就跑進去了 你看 很粗 來上桶子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把它倒出來 你看它有多粗 齁 這樣三年是不是 對 三年長這麼粗啊 欸 這個跟我們剛才那個不太一樣對不對 它的花色呢 比較鮮炭色 這個有點像 蚵麻 欸不是 也不是蚵麻 它是蚵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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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剛才在上演白蛇傳是不是 超扯 你看到多粗 光身體喔 光身體一半是這樣子耶 就是我剛才講有沒有 有沒有 會不會這樣 它是蚵麻 花肉很漂亮 很像 很有力耶 很像花爆的顏色 就是我們也稱它叫花蚵 但是它是 options 所以是不一樣的 其實它有兩種名稱 的稱呼啦 兩種都可以 對 老一輩他們就是 滷滑滷滑就是在想他 他剛剛嘴巴打開耶 對啊 嚇唬我 三四年 糟糕 這樣子 這樣子會不會把他弄 應該會把他摔傷啊 不會啦 生命力那麼強 對啊 不用拿回來嗎 是不是很誇張 三四年可以養到這麼大 好奇怪 哇 另外一隻 另外一隻 一樣是這麼大隻 這個也能做燒 這個就沒辦法做燒 那我們就會 去做其他的一些料理 像泡泡鍋啦 炒咖啡啦 就是正常一般 對於盧曼的一些作法 對 對 你看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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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抱抱抱 抱抱 抱抱抱 抱抱抱 不知道怎麼可能抱起來的 很重 真的滿重的 然後 很 又很跌直 你看看 這將近大腿粗的身形 兩個男人都撐不住的爆發力 人家說的大腿粗的 就是在形容它 照理來說 越大尾應該越好賣才對 怎麼大家都要吃幼稀咧 很趕 我覺得很勇敢 我剛才私底下 還在跟大哥講說 這個真的很勇敢 因為一般露瓣不會做這個 除非海鰻 對 一般露瓣會有一個透明 透明 淡水你都怕會有土味 對 所以一般用藥燉嗎 這個好好來試試看 直接算是不是 對... 大概15秒到30秒的時間 半生熟這樣 它大概15秒到30秒 其實就已經熟了 對... 欸 它帶皮耶 帶皮喔 這樣跟麵 拌一拌 那是膠質 膠質 對... 這個燒燒 喔 這個很爽耶 對啊 台灣人真的很愛吃這種 這就是你剛剛抓的那個 大隻的... 如果它只要有土味 同時也會很明顯喔 對 大哥 我不會... 我們不是美食節目喔 土味我就跟你講土味喔 好 我不...我不沾醬油 我先不沾那個料喔 要收攤了嗎 你的表情是要收攤了嗎 還是好吃到說不出話來呢 這個油脂 咬下去油脂真的會 從皮跟肉中間這樣子 慢慢化出來 後面全部都是肉脂的甜味 好濃喔 我現在嘴巴還是這個肉的濃味 然後完全沒有濃味 我其實滿驚豔的 是要乳慢的 你看這個厚度 你光看這個皮 跟這個肉 這個大概是平常 一般我們那個白慢的 我看有兩倍 差不多 至少 喔 喔 怎樣 喔 開始比較升天了 哈哈 哈哈 哇 飛起來 你看 肉好厚喔 好飽嘴喔 然後不像 因為說實在有些 普燒飯如果肉不夠厚 它裡面會有些 骨頭或細痴 好像在撐那個厚度 你那邊咬一咬很久 完全沒有 對 油脂是多的 跟那個普燒醬搭在一起 喔 這個做鰻魚飯不得了耶 吃過才知道 盧曼不管大尾還是小尾 都有愛他的老套在 以市場需求來說 普燒慢的CP值更高 貼心的大哥把醬料都調配好 採真控包裝 讓家家戶戶都能吃到這款好味道 難怪光是內銷都要供不應求了 而這就是職人厲害的地方 懂得花心思將專業變為職業 甚至還有人把職業成為一生職業